谭嘉宜唱过不少大受欢迎的歌曲 而且每次拍MV都非常用心 还会以不同造型诗人 见他这天穿得这么漂亮 显示一个充满复古感觉的场景 原来是为聚集《祥末第2.0》的插曲拍摄MV 今天的歌曲就是《祥末第2.0》 里面的一首歌曲就是叫《原来有爱》 这首歌其实就是不是爱情 也可以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亲情 什么情也可以的 各种的爱 对对对 各种的爱 然后这首歌都比较是很sweet的那一种 但是我看见你story里面 就是有一个小孩 是不是也是跟这个MV有关的 对啊 她是我很爱的一个女儿 是我姐姐的女儿 然后呢 她就很合作 今天呢 她也饰演了我小时候的我 然后她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另外一个男生去演的 然后呢 她们呢 坐在一起的时候呢 都很sweet啊 很像就是两个很小的时候已经充满了爱的一个友情 然后呢 长大了之后呢 就是成为了我 无论小朋友多可爱也好 拍摄时要她们乖乖地听指示的确不太容易 不过嘉宜就说她有个令外甥女听话的好方法 她们两个也非常的合作 就是没有这些情况出现 然后呢 我们也预备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一些糖啊 然后呢 她们如果真的要不听话 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去吸引她们 就已经有一个母气在了 对对 母气 你外甥女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表演的经验 也是你的 对 也是我的MV 就是陪着你走的那一首歌 当时她只是几个月而已啊 然后她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今天呢 她已经知道 啊 我在拍什么 叫她做什么 她也做一些表情 她也尽量去配合这样 一直都是以情歌为主的嘉宜 就说接下来希望在歌路上可以有新突破 之前在流行 经典五十年呢 就唱过一些跳舞啊 唱歌的一些歌曲 然后呢 就觉得自己也很想去试一试 就是出一些很快的歌 跳舞的快歌 跳舞的快歌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你今年的目标 对 希望可以大到